亲爱的朋友你好,大家都是有缘之人,如果可以的话,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,分享一下,十分感谢。 1651年10月,英格兰共和国的护国公克伦威尔,也就是那个砍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脑袋的大贵族,颁布了著名的航海条例, 然后直接就把对岸的荷兰人给逼疯了,那么荷兰人为什么会发疯呢? 因为英国人决定不要脸了,直接抢他们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,荷兰人的钱包了,所以荷兰人的反应先是猛逼,然后就直接愤怒了。 那么这个航海条例到底颁布了一个什么内容,让荷兰人如此怒发冲冠呢? 因为它规定,英国和英国海外殖民地出产的货物,只能用英国的船只运输,其他国家卖往英国属地的产品,必须要从英国本土中转,不准直接卖往英国的海外市场。 这就像早新年的时候,国内的黑社会最爱玩的一招,就是强迫建筑工地,必须从他们的彩沙场买沙子,鼓他们控制的车队,拉水泥拉建渣,谁要是赶不服,那他们要么就堵了工地的门,要么就直接进来打砸抢。 那么英国人为什么要出这个黑招呢? 因为靠正常的贸易手段,英国人做生意,竞争不过荷兰人,所以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,直接抄刀子抢人了。 要知道,在《安克鲁萨克逊人》的字典里,从来就没有公平竞争这几个字,因为他们就是靠搞黑社会起家的。 早年的时候,英国只是欧洲大路边,一个又穷又偏僻的小岛,国王们为了筹集战争经费,就把伦敦的金融权让赌给了意大利的银行家,贸易权授予了汉萨同盟,好获得他们的资金支持。 等到这些人把英国的对外贸易建设起来,逐渐赚了大钱,英国人就开始眼红了,自己成立了一个英格兰冒险工会,也就是英国的海外商人联盟,然后撕毁之前的协议。 先是赶走了意大利的银行家,接着在1556年,取消了对汉萨同盟的优待。 到了1558年,伊丽莎白伊士女王登基以后,英国人就彻底露出了流氓嘴脸。 在1559年,干脆就直接没收了汉萨同盟在伦敦的斯塔尔会馆,把这些人为英国建立起来的,从伦敦到安特卫普的羊毛贸易,据为己有,抢来了自己的第一桶金。 接下来,葡萄牙绕过了好望角,找到了新的到亚洲的贸易路线,西班牙又发现了新大陆,赚得个盆满钵满,这让英国人顿时极度的发狂。 英国女王干脆就直接投资给海盗德雷克,让她放手去抢,全心全意地做起了没本钱的买卖。 所以,英国人早年的奋斗史,就是一部黑社会的发家史。 虽然英国人早在1600年就建立了东印度公司,开始了殖民全球的时代,但说句老实话,至少在这个时代,他们真不是做生意的好料子,所有正儿八经做的生意,全都获利微薄,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? 因为他们崛起得太晚,好地方都被葡萄牙和西班牙抢占了,做生意又遇到了荷兰人的强烈竞争。 要知道,荷兰人才是真正的经商天才,今天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商业基石,全都是他们创造的。 无论是股票市场,有限制责任公司,期货市场,还有现代银行,都是他们在400年前就发明了的东西。 英格兰人要想和荷兰人比做生意,那还不如直接找块豆腐把自己撞死。 到了1651年,作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,拥有了16000艘商船,超过了葡萄牙、西班牙、法国和英国架起来的总和。 仅仅在阿姆斯特丹一地,就有几十家造船厂,能同时开工建造几百艘远洋帆船,贸易路线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,甚至在1656年,他们还跑到了北京,觐见了顺治皇帝,这在欧洲简直是史无前例的。 所以,对看见别人发财,就忍不住想把手往别人口袋里深的英国人来说,自然是羡慕的发狂。 英国虽然是当时最大的尼戎制品出产地,可是由于不掌握印然技术,卖不了好价钱,只能作为荷兰人的原料供应商。 更让他们郁闷的是,英国的北海有大量的渔业资源,但英国人的捕捞成本高得离谱,反而被迫从荷兰人手里买海产品,这更让他们气得牙痒痒,靠着黑社会起家的英国人,自然也就忍不住,又想挥舞其手里的西瓜刀了。 那么,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段历史呢? 因为了解这段历史,有利于我们搞清楚,商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? 也就是,单靠和平发展和遵守商业原则,能不能让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? 要知道,今天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,无论是在世界商业中的地位,还是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,已经和当年的荷兰不相上下了。 而更巧合的是,就像当年的荷兰一样,它最大也最危险的潜在的敌人,恰好也是它最大的贸易伙伴。 在这种情况下,有没有一方敢不顾损失,率先发难呢? 或者换一个说法,也就是,美国在未来会不会和中国硬脱钩,把中国踢出美国的势力范围呢? 如果从历史的过往来看,答案有点让人悲观,至少这种事在历史上发生过。 1651年10月,英国人颁布的航海条例,本质上就是想和荷兰人硬脱钩,这个法律事实上,就是要把荷兰人排除在英国控制的市场之外。 而且不仅仅于此,英国人海下定了决心要用武力把商业霸权从荷兰人手中抢过来,所以他们在颁布了航海条例,不久就开始了主动碰瓷,强迫荷兰的船只,遇到英国人时,必须降气致敬,否则就要被修理,这摆明了就是要挑事。 于是在1652年5月,两国的舰队在都佛海峡相遇,英国海军将领罗伯特·布莱克率领20多艘舰船,在都佛尔海峡巡逻, 与荷兰海军上将特罗姆普率领的42艘为商船护航的军舰,不期而遇。 布莱克要求荷兰海军下降军旗,向英国国旗致敬,这相当于要求对方跪舔,荷兰人这怎么可能会干? 于是战争就爆发了。 在讲三次英核战争之前,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背景介绍,讲讲两国的政治制度,荷兰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共和国,搞的是代义制政府,商业资本是国家的主导力量。 而英国此时是专制社会,克伦威尔在推翻了英国的皇权制度后不久,也和被他砍了头的查理一世一样,派兵解散了英国议会,搞起了个人的威权统治。 荷兰的对外政策是韬光养晦,为了有利于海外贸易,荷兰尽可能的不挑事,不惹事,在欧洲的政治纠纷中,绝大多数时候都保持了中立。 而英国则是一个麻烦制造者,十处打闹九处在,一会卷入三十年战争,一会和西班牙全面开战,一会又和法国势不两立。 所以,英国的工商业,为什么竞争不过荷兰? 因为英国的资源,大部分都花在了造枪造炮上,而荷兰则把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商业发展上。 这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,那就是在当时,虽然荷兰是世界上造船能力最强的国家,但荷兰的军舰普遍比英国人的小,火炮数量也比英国人的少。 荷兰人大部分的商船都是无武装的,所以更加省钱。 这一点和英国也是截然不同的,英国人由于四处树敌,所以他们的商船和战舰之间的区别很小。 再加上荷兰人谨守中立,很少参加欧洲王宫们的混战,所以战术水平也比英国人差了一大截。 英国人这时把陆战原则用到了海上,海军将领罗伯特·布莱克发明了著名的线性战略队形,也就是海上的排队枪壁,而且还率先使用了其余信号,这在当时首屈一指。 因此,当双方撸起袖子开始护扇的时候,船只敦位总数世界第一的荷兰人,竟然打不过规模小得多的英国人。 英国人虽然做生意不行,但打仗是杠杠的,英国海军把舰队分成了红白蓝三支,并颁布了第一个海军纪律命令。 所有的舰长必须严格按舰队统帅的旗语进退,为令者直接送上军事法庭。 这笔各自为战的荷兰舰队直接高出了一个纬度,自然打得对手满地找牙,牢牢地控制了制海权,然后直接把荷兰船队紧紧地锁死在港口里,把荷兰经济逼上了绝路。